永次郎到任牙的脏乱叉小屋吃了顿饭后 立马回请任牙到他那边的高档酒店吃饭 完宴上 虽然两夫子出现了很多摩擦 但是永次郎脾气意外的变好了 还教导任牙用餐礼仪 喝过美味十足的海贵汤后 饭也吃的差不多了 经理问是否需要甜点 任牙便点了和永次郎一样的 超大杯的甜点 任牙对这次约会很满意 因为老爸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都很完美 永次郎似乎非常习惯这个地方 各类礼仪都很到位 想到这儿任牙不禁想夸赞他 而这其实就是父子打架的开始 跟着永次郎点的咖啡非常苦 苦到难以下口 喝着比想象中还要苦的咖啡 他们之间更苦的对话就此开始了 任牙直接了当地问永次郎 当初为什么要杀害母亲 永次郎当即沉下脸 为什么现在要问这种问题呢 任牙表示 自己因为想问所以想问 他只是觉得很奇怪 很想知道父亲对母亲动手的理由 他连一次都没有问过 所以老爸到底为什么要杀了妈妈呢 任牙重申了几遍 永次郎早已怒发冲冠 原本精心打理的背头 恢复了往日的蓬松飘逸 如海草一般在空气中游荡 他黑着脸怒吼道 凭你一个小鬼的李杰莉 还有无法踏入的领域 你该衡量下自己有脊梁重吧 任牙却没有退步的意思 理解力不是问题 但知道这件事是儿子的权利吧 永次郎狂怒不止 这件事分明可以用我乐意来敷衍任牙 但他还是忍住了 说明他真的有想过 当初杀死江猪的事 不过他不想让任牙挑战他的权威 所以此时才怒不可遏 强词夺利 永次郎的怒气搅乱了空间磁场 他强忍着当场发作的火器站起来 一只手摁在桌面 像是马上就要爆发了 他这一按 桌子腿承受不住 顿时裂开了几道长长的缝 但为了在任牙面前表现出绅士风度 永次郎只是损坏桌子后 压着怒气走到了玻璃窗前 而任牙还在欠扁地追问 我有权力问你 是吧老爸 我该怎么做 你才会告诉我呢 任牙得意洋洋地顺一道窗前 一把揪住了永次郎的衣领 虽然身高体型差不小 但任牙可没说了气势 他生气地吼道 这样可以吗 这是 经理刚好进门服饰 看到了这永生难忘的一幕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扯着永次郎的衣领挑衅他呀 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任牙就双手交叉 绞住永次郎的脖子 是要我这样吗 任牙不知天高地厚地挑衅永次郎 永次郎气得要发狂了 身后坚硬的玻璃 瞬间裂开了一道厂商的口子 经理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 凭他一己之力无法阻止 他这时才发现 这夫子俩背后的玻璃裂开了 明明没有碰到玻璃 玻璃竟然裂开了 虽然这么说很冒犯 但他觉得 那时候的永次郎和背后的军裂 真是太像了 两夫子就这么僵持着 随后整栋楼都开始震动起来 震感越来越强烈 逐渐演变成了剧烈的摇晃 酒店里的所有客人 都感受到了这毁天灭地的气势 大家的担心这栋楼会塌 纷纷开始逃命 这幅光景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被震撼的经理 居然还目不转睛地 盯着队子中的父子 整栋楼都在摇晃 连站起来都很困难 玻璃窗又添了几道裂痕 咖啡杯都打翻了 而气场中心的父子俩 却一点摇晃都没有 两人的脚就像是静止了一半 父子俩就这样 大眼瞪小眼对视了很久 突然永次郎呼出一口气 而后一脚猛踏地面 摇晃再次升级 随后他一把抓起任牙的衣领 摆臂旋转 让他体验了一把究极大风车 任牙整个人被当成棍棒耍 不停在半空高速旋转 永次郎放开手 而任牙还在不受控制的旋转 完全失控的他 如车轮一样快速转动 过了好一会儿 任牙才停了下来 而且他竟然精准无误地坐在了椅子上 因为旋转的力很大 他一坐下 椅子也开始东倒西歪 但是任牙是怎么刚好坐上去的呢 经理看傻眼了 什么情况 他怎么就这样那样 然后到椅子上了 此时任牙脑袋瓜还晕乎乎的 大勒已经停止摇晃了 得亏是赤巨子建造的安全指数顶级的高档酒店 若是一般的小房子 恐怕早就塌了 经理紧张的东桥西看 难道永次郎能制造地震 也能停止地震吗 这不就是神仙吗 还是说他也是果实能力者 永次郎双手插兜 发泄完的他情绪稳定下来了 他耍帅地冲任牙喊道 虽说很笨拙 但是你直接对我的身体动手 我也不是不知道你的意思 任牙不想跟他兜圈子 想他确认要打吗 经理见两人剑巴弩张 似乎要开战了 急忙喊了一声 突出自己的存在感 但是两人就像没听到一样 任牙一副你随意 我奉陪的样子 唉 那种事不重要了 我根本就没想到那招会管用 对天下第一的石魔站着雷脖子 那只是普通的游戏而已 任牙一脸无所谓 勇次郎的语气也柔和下来了 你好像把和我的对峙 表现成父子打架的样子的 而任牙反问 不可以吗 亲儿子提点要求怎么了 勇次郎再次折腾他那头秀里的长发 头发一根根竖起 就像他的煞气 不停往外喷涌一样 勇次郎皮笑肉不笑地说 不 这样也行 他一边说着 一边朝任牙走去 经理还想说两句 祈求勇次郎不要当场发作 但他根本被吓得开不了口 任牙也被勇次郎这气势吓到了 他立马起身 抄起椅子 而这时 勇次郎却像教官一样喝道 任牙 给我站好了 听到指令 任牙的身体如同被设定好的程序 立即笔直地站好了 刹那 勇次郎竟然一个胯步 闪身到了他的身旁 勇次郎俯身下压见不上前 任牙身体条件反射般躲开 但这一歪 根本不影响勇次郎做出攻击 勇次郎狠拍一巴掌之后 任牙一头栽向玻璃窗 窗户瞬间被砸开一个大洞 他也跟着被甩出去了 酒店楼下 士兵们摒弃宁神 看着坡里的窗户 和从天而降的玻璃渣子 倒吸了一口气 总理大臣很是得意 还好我料到会发生意外 我的直觉真是无敌啊 任牙没有随着玻璃渣 一起落到楼下 而是两手抓住了下层楼的边框 光看着下面的灯光 就足以让人腿软 虽然任牙13岁的时候 就去体验跳崖了 但是能安全上岸 还是先上岸吧 任牙喘着粗气回到房间内 绕有兴致地看着眼前 怒气汹汹的永慈郎 酒店的其他客人 都被酒店这接二连三动静吓坏了 今天是什么烂日子 又是地震 又是爆破 难道这里有什么诡异的大人物吗 而引起骚动的父子俩还在对视着 经过专业训练 心理素质好的豹的经理 不仅没有被吓晕过去 反而还不停趁永慈郎挥手 犯马先生 您冷静点 请住手 任牙摸着屁股一脸挑衅 哼 你还踢我屁股 就在刚才 永慈郎似笑非笑地朝任牙靠近 这四年来 翘首以待地和父亲的对决近在眼前 但任牙却犹豫了 这是为什么呢 任牙下意识地想后退 想要跑出去 万分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 在父亲的威嚇下 他却完全动不了 最终 面对不断逼近的父亲 他还是恐惧地紧急避难 然而他刚逃出去 永慈郎的手掌就追上来了 他用那无与伦比的万力 强劲地拍张 狠狠地落在了任牙屁股上 任牙感受到了 他把他的臀部炸裂开来 一股飞人类能打出来的冲击 直接将他冲了出去 一面冲飞出去 一面想办法让自己护身 等任牙爬起来后 他才慢慢回味刚才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准确说 是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都记住了这种感觉 永慈郎攻击的实感 这史无前例的最强拍掌 就是这种感觉啊 而永慈郎竟然走上前 温柔地抓住了任牙的手 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柔 让任牙惊了又惊 他随后说道 你没错 不过 斩勒住父亲脖子的这只手有错 错的不是你 是这只手啊 永慈郎扬起铁掌 用力拍打下去 利益的作用是相互的 可是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相同的力 这么猛的巴掌拍下去 得多痛啊 这一巴掌响彻晕消 如惊了一般 震得整个城市都听不到 离他们最近的经历最倒霉 因为没有事先做好准备 他仿佛耳膜都被震破了 而他眼前的景象更为怪异 任牙的手竟然是悬空状态 再看永慈郎 他双手合在一起 还冒着浓浓的白烟 就是说 任牙在最后关头抽出手来 躲开了永慈郎的拍掌 差点就变成钻石了 这么一搞 倒显得永慈郎自作自受很迅 被惹火的永慈郎 直接一脚踹上了任牙的屁股 还没反过来的任牙 要被永慈郎这招吓死了 真就父子打架 朝朝不打弱点 只管怎么让儿子丢人怎么来呗 这时任牙开始理解了 父亲没有瞄准要害 是因为这不是战斗 这就是对儿子的处罚 被一脚踹飞的任牙 直接穿透了后世坚硬的墙壁 连同砖块的阿子飞了出去 墙壁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吓得隔壁的客人 喊爹叫娘 而永慈郎怒气未消 继续说道 你好像反省的还不够呢 任牙被踹飞到墙壁 吓得客人尖叫连连 今晚发生的事故已经够多了 本以为只有天灾 没想到还有人祸 在大家眼里 那个被打飞的帅小伙 被人狠狠打烂 狼狈的扑倒在地了 在他还没爬起来的时候 像混混一样的打人者 若无其事地走进房间 永慈郎头发乱飞 一身撞出的剑子肉 快把他华丽的外套崩坏了 而他脸上还带着圣人的笑容 难道他还要继续和任牙打下去吗